歡迎大家收看小火之頻道 今集留言想和大家分享一部全新的雙螢華碩手提電腦 最近都工作忙碌了 尤其是用電腦的時間越來越長 想買一部效能高一點 因為都很浪費時間 有時候剪片沒有試過剪成幾個小時 或者很多工作都牽涉按來按去 在左邊的櫃圈 右邊的櫃圈的資料都很浪費時間 就留意了這一部很久了 先和大家分享一下它的資料 這部機是華碩手提電腦 手提電腦都算高階的手提電腦 代表雙螢幕 14吋的UX482最新型號 特點方面是用全新的i711系 11系最新的CPU 配上一個不錯的顯卡 MX450 再加上1TB的SSD 比較高速的傳輸速度 所以開機和LOG的資料都比較快 去回這個黃金商場 今天新出 各位知不知道 立刻衝去買了 因為都看了很久 大家前提和大家說 15xxx 如果有興趣自己去找 是否要買呢 就自己想 我覺得這部機都用了一小時 這部機是用這部機剪 究竟是否很快 或者有什麼特點 一會再跟大家說 這位哥哥也很好 立刻開箱 拿了回去 由於這部機的缺點是 USB比較少了 所以到了特買城 特買城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過 之前是全國最便宜的 電腦產品 或者配件 都在這裏 59元 也算是挺划算的 用USB接駁在電腦 比較貴了 USB-C A也不便宜很多 大家看到這個盒子很潮 黑貓貓的 這部機的特點 剛開始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它會有一個雙屏幕 究竟小波姐 雙屏幕有什麼特性 有什麼用 就像你平時 做事用兩個屏幕 或者看市場 用兩個屏幕 你將那些盒子 可以整上整落 你吸收資料 會快些 看資料也會快些 剪片的Panel 是放在下面 很多很多的用途 當我雙屏幕這樣用 就可以了 還有一些快速鍵 一按上下 就會調轉 那些盒子 或者那些 用的東西 開箱方面 給大家看看 有什麼配件 一邊看的時候 都用了 這部機一顆鐘 就是用來剪片 很快 比我之前那部機 很多 我以前那部 是Lenovo 平價入門機 4-5千元的機 i5 8 好像都 好像已經不夠鍵了 一開箱之後 裡面有主機 也有一個保護殼 或者保護袋 最主要這部機 只有四樣東西 第一就是主機 第二個套 第三就是筆 第四就是火牛 話說 Sandbook Duo 雙屏幕 這部機給我感覺 我用了一小時 快過之前很多 真的認真 如果大家想升級 不一定買到這麼貴的 雙屏幕 可能買些單屏幕 還有華碩 它的印象不錯 我用了很多 華碩的產品 你真的猜不到 越買越多 因為它那些產品都很穩定 雖然價錢貴一點 例如它的手機 Sandphone 或者ROG 或者是它的 Router Router我最出名 最推薦大家用 用過這麼多Router TP Link 或者其他牌子 Link 6 我都覺得華碩比較好 比較穩定 用這麼久都沒有華碩 看回它的設計 同心圓 同心圓設計 顏色就是 深黑色 好像是藍藍的 有什麼顏色選擇 我就不覺得 黑色和藍色 如果大家有興趣 上網問一下資料 也都 建議各位 現在的手提電腦價格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研究 大概兩年前 最便宜的Lenovo機 最便宜的Lenovo機 深水埗 最便宜的三千多元 也有 不知道是否經過疫症 很多人要Zoom 很多人要手提電腦 那些入門價 有三千多元 非升到四千多元 的入門機 我講的入門機 不是Celeron 那些 I3 或是 I3 也算是 運輸機 用了很久都 我都沒試過 因為我在大學買過 差不多兩萬元HP 那次我爸爸的錢 不覺得 不用理這麼多東西 但現在自己買 會想過度過 因為這部機 也算是 或者買過的機 最貴 以自己出身後來講 不知道各位 用什麼手提電腦 什麼款式 或者什麼價錢 究竟有沒有大分別 那我現在就 用了 我下次可能再出多條片 究竟這部機 有什麼 效能方面的優勝之處 相當是 有什麼實用的用途 還有 剪片 各方面的東西 真的快 很容易 因為之前剪了一條片 剪到輕的 火都來 弄了一整個小時 小貨子的影片 因為最後 將所有資料夾在一起 剪了一條片 嘩 快則可能就是一小時 一小時 一個小時 慢則就是三個小時 沖完涼 看完片 都還未剪到一條片 甚至乎是手機 我以為可以等它一晚 之後它會OK 尤其是做一些4K影片 或者高清片 剪到好像 壞 所以用了一部 這部之後 感覺完全不同 真的是i7和11系 拌東西都快到瘋 我剛才裝一些 舊的軟件 以前都要裝十個字 現在裝幾分鐘 所以時間真的是金錢 所以它貴就貴 它的價值 還有它的特別設計 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雙屏幕 雙屏幕 待會給大家看 它上一代的雙屏幕 和這代的雙屏幕 最大的分別就是 今代的雙屏幕 是會光 之前有些人救病 它不夠光 第二個屏幕 是不同的 上面的屏幕 沒有那麼高清 而且它是磨砂面的 如果有些反光的位置 就看得不太清楚 這代的晉屏幕會比較光 和傾斜多 不知道是7度 好像 這次 讓你看得到 就會舒適 這就是第二點 它會更多的傾斜 螢幕有所進展 第三點 它充電 不是普通火牛 它可以用普通的USB 充電 USB USB 它充電 它充電 但是它充電 是比較多的 要20V SELSY哥哥說要20V 給大家看看 側面 是傾斜的 還有用了美麗喇叭 H字頭 那個 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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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比較高級的牌子 它音效也不錯 我還沒試看那些東西 我只是試給大家看看 開箱先 出片 開機很快 幾秒鐘開到的 因為它的標榜是一個 SSD 1TB 還有 16GB RAM 沒有留意 看規格 我都沒有留意這些 感覺上用得快 OK 重量方面 1.6公斤 對比以前這些電腦 已經輕了很多 但是現在還有一些 超級薄 超級輕身的電腦 大概是 1公斤左右 看到華碩其他款式 還有剛才說回話題 近來都用了很多 不是我這十年都用很多華碩的 產品 因為用過很多牌子 即是手機也好 Walter也好 用過華碩真的有感情 而且質素真的有保證 手提電腦 手提電腦 電話也好 繼續說回 大家看看我現在拿的手機 這部手機是RG拍的 電競手機 拍得都OK 因為這裡是輕微輕斜 原因就是兩個 第一個就是 讓你反光的機會 看來反光的機會小一點 而且它的散熱功能 會提升50% 好像是 但是呢 變相有不好處的 就是那個鍵盤 就下了一點 鍵盤下了一點 不知道各位會不會 用不習慣之前的那個 它薄了 這個鍵盤 所以它用的時候就會 比較 可能要遷就 我看過上網一些資料 它有塊板 給你延伸下去 令你打字的時候 會舒服一點 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browser 剛剛開給大家看 是Edge 可以按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 右上角 上下調轉的按鈕 就會彈上去 看到嗎 好處就是 你可以在做上面的東西的時候 發覺 有些東西很急 或者你不想動來動去 下面的一個按鈕 就可以彈上去上面 上面的螢幕和下面的螢幕 都可以觸動 而上一代只有下面的螢幕可以觸動 這支筆還未試 現在我想試給大家看 另一個按鈕 下面的螢幕可以關掉的 我也是第一次使用 所以 很懂得按鈕 而且用手機拍 我沒有手 按鈕也不太好 看到 browser 上下可以移動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看看買不買 這部機可以做免式分期 12個月 最後都用分期去買 不過現金價 我相信可以扣減 扣減1000元都可以 如果有興趣 自己去看看 上面的螢幕比較高清 但是不是4K螢幕就不是 如果大家想要4K螢幕 就要買一隻叫做 Sandbook Duel Pro 就是更加高價的螢幕 下面可以調最光的 它說之前是300 現在是400 最多角度 之前這個Duel 雙螢幕有兩個 一個是D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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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 Duel Pro Duel Pro就是更大 15吋 還有餡料是I9 所以會厲害很多 不過那部應該是更進階 而且超級貴 三皮 那部 我這部就是入門版 如果大家不需要打機 或者要做到這麼專業的圖像設計 我覺得這部電腦夠用 而且你出街 這部比較小 對了 這個按鈕按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反應 按完之後 其實這個位置會有一個 可以調校下面的螢幕是開還是銀色的 那如果下面的螢幕關掉 就省電一點 開了就有更多功能 那這部電腦的維持量呢 我都研究過的 如果開了兩個螢幕 開到最盡 大概可以用六個小時左右 如果你下面那個螢幕不開 大概都可以用多 即是用到八個小時 十個小時左右 而且它待機的時間 扣電的率很低 即是如果你蓋上螢幕 等它休眠 可以隔十個小時再開 都可以扣到1% 都不知道有沒有電 那這個就是setting point 差不多了 買回來就想試給大家看看 現在我相信各位 尤其是work from home的 朋友仔 都用得比以前更加多電腦 所以 如果你真的想買一部 可以省時間的電腦 如果你用的東西 不只是文書 我建議你可以試試這部 例如你要做多工作業 你要做一個creation 大家希望很多資料 才可以撞到一篇文 或者錄一條影片 或者什麼 它錄片方面都是有細心設計 給大家看看 側面開機那部機會如何 但由於有單手 就開不了 不過一會你會把手機 放在一個支架裡 之後就拍給大家看看 我摔它 差不多弄壞了 看到 一升起 還有這個角度是不能調教的 跟大家說說 定了 開機都頗快 10秒左右 就開到機 給大家看看 它有這個設計可以咬起 增加那個 煞熱的量 還有 打字方面會舒適一點 還有最後它那個 第二個螢幕會跟著那個 打開的時候會升起 但也沒有調教角度 最後 影片到這裏了 如果有興趣買的 就自己看看 我只想知道 在哪裏買 訂閱、讚、讚、分享 我們下集再見 這部全新的 華碩 Sandbook UX482 雙螢幕的螢幕 雙螢幕的螢幕已經介紹完 遲些看看 會不會有更多的東西 想跟大家分享 拜拜